长江一带 渔业资源丰富 所谓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 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的馈赠 花莲鱼 也叫大头鱼 是我国民间重要的淡水鱼 撒下鱼网缓缓提起 活蹦乱跳的花莲鱼便入了网 肥美的花莲 是制作青江豆豉鱼最合适的食材 黄长彪 青江豆豉鱼第四代传人 为了美味的延续 黄长彪来到荣昌最大的菜市场 选购这道菜中必不可少的一味 黄豆 黄长彪挑选豆子 从来不会只观其形 更要尝其味 老板来 我乘成点嘛 乘到三十斤嘛 要的 这个是本地豆子 这个是外地豆子 这个外地豆子 做的豆子就 这个本地豆子做出来香 黄豆 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 已有超过三千年的栽培历史 好 好 最多的 一年 一年 我买了 管车归 我买了 这 一年 我买了 我买了 你 我买了 好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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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不想喝酒 为了保证鱼能入味 花莲切成小块 加少许盐高粱酒腌制 豆豉鱼嫩而不腥 关键全在这高粱酒中 高粱酒的酿造有27道工序 任何一道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影响酒制 新鲜的高粱 出蒸时间为两小时 蒸煮达到内无生心 外微开花 才能保证高粱完全熟透 攀凉下驱 适与时间的赛跑 需要的是速度与精度的配合 复蒸出蒸后的高粱 温度每降5摄氏度 必须完成一次下驱 4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 是投放酒区的最佳时机 酒区三纸一撮 一撮30克 纸散驱落 均匀覆盖 铺好酒区的高粱 需要翻拌均匀 再铺上一层骨壳 保温的同时也帮助发酵 发酵好的高粱 放入蒸锅内蒸煮 蒸出的水汽 将顺着气管循环冷却 酒香四溢 将腌制入味的鱼肉 均匀地裹好细米粉 放入蒸笼 蒸上三分钟 蒸好的鱼肉 需要静置放凉 自制的豆豉汁 是黄长彪家的豆豉鱼 长盛不衰的秘密 粗看都是一些常见的做料 然而其中的配比 也只有它自己清楚 冷却后的鱼肉 雪白细腻 却像一个摄氏未深的白面小声 需要经过调味汁 泡辣椒 豆豉面 和热猪油的打磨 才方显其诱人本色 再次上笼 万火蒸十二分钟左右 即可出锅 无论是精准拿捏的蒸制 还是漫长等待的发酵 时间是成就美食的关键 出锅后的豆豉鱼 鱼肉细腻 豆豉芳香 足够质朴 也足够温暖 美食其真 并不都在富丽堂皇的酒店之中 小店的味道 往往也令四座锤弦 满堂飘心